各位大家好 這款泰坦回歸系列Titan Return系列的Board 囉嗦算是我在一年多前 第一次使用youtube的頻道 首上傳的第一段影片 那當時我回顧了這個影片 我發現我當時在說這款Board的時候 是沒有聲音的 無聲的一個變形演示而已 那時候在上班的時候沒有太多的內容 那在這邊我重新為各位介紹這一款 Titan Return的一個Board 囉嗦這個角色 這個玩意兒呢 出到現在已經差不多有一年的時間了 這是泰坦回歸第一季的時候的商品 那後面還是有很多個角色 還是一直沿用這一款的模具下去做改良 那波羅這個角色呢 在大電影跟動畫裡面呢 對他的詮釋就是他講話非常的急躁 非常的急躁 然後沒有這麼的美型 那這一款Titan回歸呢 給了他一個非常帥氣的造型 然後那時候也算是Titan回歸的全盛時期 剛出來的玩具呢可以看到他對偷膠這個部分呢 做得非常的好 不會有讓各位看到有太多偷膠的部分 儘管是有的 他也是把它藏得非常的漂亮 那人形形態呢 就各位鏡頭上看到的一些細節呢 都非常的 細節刻畫都非常的清楚 也非常的漂亮 那全身的可動度方面呢 那全身的可動度方面呢 頭部呢是可以做到一個365度旋轉沒有問題 頭領戰士嘛 那手臂呢可以達到一個平舉沒有問題 角度只要對的話 然後365度沒有問題 一樣有一個橫向的關節可以做左右 然後手呢 手臂一樣這邊可以做到一個90度的平舉 那這次偷膠的部分呢 其實也不是很明顯 非常的OK 最開心的是呢 他手腕是可以做一個旋轉的 這個真的是非常不得了的一個好設計啊 那玩具呢 不會讓你失望的是呢 他有一個非常棒的腰轉 這個是不參與到變形結構的腰轉 他一樣可以做出這樣子 表示這一款泰坦回歸呢 當時孩之寶是下了非常重的重金跟本錢 然後大腿呢 一樣是一個球關節左右 365度沒有問題 橫向關節也是有的 然後呢 腳呢 膝蓋可以做到一個超過90度的摺曲 非常的棒 然後腳呢 沒有做一個 它沒有一個左右貼地的功能 但是它有稍微做成斜斜的 讓你做到可以像這樣子一個非常帥氣的貼地 像這樣子 那武器呢就是附上一把銀色的手槍 基本上已經是非常的棒了 那Titan Return呢 在最早之前呢 它有像這樣子可以做到一個 讓自己的小人呢 可以跟這個玩具的本體 做一個特殊的互動 這個地方呢它是可以拆開的 然後這裡 翻開是一個輪胎 然後槍可以把它安插在這裡 就會變成像這樣子 然後這時候你就可以把你的Titan小人 像這樣子把它安插在這裡 讓它可以在這裡然後 操作這個小砲台這樣子 這是它給的一個比較特別的玩法 當然如果你選擇不要玩這個特殊的玩法呢 這個東西插在這裡呢 也是可以參與到一個完全變形的 一個狀態 對 那 武器的收納呢 其實如果你不計造型的美醜的話呢 武器你是可以藏在這個地方的 像這樣把它藏在後面 是可以的 所以它全身上下的東西呢 都可以做到一個完整又漂亮的收納 那 不過說 我們就直接 等一下 這一款的日版跟美版的差別在於 美版比較著重於玩具的 應該說是動畫裡面的配色 造型跟配色 那日版是比較著重於玩具的配色 所以如果你有這款模型 這一款玩具的話 你會發覺美版跟日版的配色 日版反而比較鮮艷 那是一個玩具的配色 那美版就是玩照著卡通的造型跟配色下去做的 這是一個題外話的 那不囉嗦 我們就直接進入變形結構吧 當年呢 我沒有特別為玩具本身做什麼解說 那這個影片上來呢 我算是補完我之前的影片 那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呢 可以去幫我最早最早發的第一段影片 就是這一款 OK 那小太膽小人呢 變形非常的簡單 就是對折就好了 然後當年的孩子寶呢 他算是非常有良心的 在小人上面都塗了一個 一個塗裝 然後雖然塗的不是很好 是真的 OK 那直接進入變形吧 這款的變形呢 可以說是非常的困難 當然一步一步來 首先把手臂打直 好 然後這一塊呢 我們把它這個二重關節 我們把它向這裡 蓋起來 好 會把 剛好蓋到手的這邊 好 那這邊有一個小小的卡扣呢 是會剛好扣在手的 握著的地方 讓它不會脫落 好 OK 然後呢 這一整塊背後背的零件呢 我們把它向這裡做一個翻折 然後這裡之後呢 扣上 呃 扣上之前 不好意思 這裡有一個二重關節 我們先把它卸開 好 然後扣上 然後這一塊呢 擋板把它翻起來 好 然後這裡把它翻起來 就變成一個駕駛艙 好 然後手呢 這邊 做一個旋轉 好 把這一塊有顏色的 我們把它放在前面 好 OK 那繼續 好 後半部的一個變形呢 就是把 腳掌收納起來 像這樣子 然後呢 把這個地方打開 好 左右都打開 那打開之後 你會發現有一邊裡面 會有一個塞個像這樣子的零件 好 那這個零件呢 我們把它翻出來 這就是作為一個 BOR在變形成車子型態的時候的 頭上那個 這個零件 頭上這個零件 好 因為當然它 在變形它會不計物理的一個 法則嘛 它會把東西變大縮小 所以這邊就是它頭上那個東西 當然不用去計較太多 OK 然後兩隻腳左右對折起來 像這樣子對折起來 之後呢組裝起來 好 這邊一個二重關緊 我們把它整個蓋起來 像這樣子 好 OK 然後接下來把 腳往左右這樣子扣緊 好 像這樣子 然後再把 手的這個 噴射口的地方 塞到這裡 這裡 然後這裡有一個卡扣 這個對應到這個孔 好 像這樣子 折起來之後呢 收進去 然後 這邊會分開的嘛 把它壓實 像這樣壓實 另外一邊一樣 對上之後 扣上 把它壓實 這樣子 然後武器呢 就是裝在剛剛你看到的這個地方 我們不改 當然你如果不要裝這樣的話 你也可以把它選擇拆下來 那身體的其他地方呢 也是可以安裝 只要有插孔的話都可以安裝 看你怎麼裝啦 看你怎麼裝啦 當然這樣子也好看 都好看 好 然後這邊的空間呢 就可以把泰坦小人 像這樣子 塞在裡面 然後 倉蓋 蓋起來 好 作為一款 台一騰瑞一騰 第一季的 非常重量級的商品 Board 囉嗦 就變形完成了 好 變形的造型呢 非常符合G1時候的一個玩具的造型 然後非常的流線 漂亮 那變形呢 就像我當年拿到它的一樣的感動 它非常的 流線 然後變形也非常的流暢 舒服 完全沒有太多投鼠機器的一個 或是干涉到的地方 所以這塊模具為什麼到現在呢 連最近要出來的亞西都使用這個模具下去做改模 就因為它真的太傑出了 好 那我看到就像這樣子 然後使用的一些透明零件也用的非常的到位 然後身上的一個Mark呢 就是用轉印的 而不是像貼紙 對現在的都用貼紙了 非常糟糕 然後玩具的一體性呢 也非常的好 各位看到像這樣子 一體性也非常好 然後下面有做一個輪胎 可以讓你做一個滾動 雖然說滾動性呢 差強人意 但是總是有比沒有好 你看 它可以像這樣滾動 非常的棒 嗯 當然啦 這一款呢 我已經放在我自己的身邊呢 有一段時間了 好 那 也覺得說 我應該適時的可以再把它 重新的 拍攝一次 然後 用比較 現在的一個 說明方式來給各位介紹 這樣子 好 當然啦 早年的泰坦回歸呢 的技術力可能不會像現在的一些玩具 它使用了一些比較新的一個變形結構 這個其實已經滿新穎的 對 那 那 現在可能有很多的地方也做得更好 更棒了 但是不能 無庸置疑的呢 不能懷疑的是這款玩具呢 在當年 確實是最棒的 當年真的是 孩子寶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在轉折上的重要的里程碑 對 那 這玩具呢 也沒有什麼好再多說的了 就是這樣子了 好不好 棒不棒 當然就看各位了 當然一樣 喜歡 就花錢去把它買回家吧 如果不喜歡呢 那就看看我的影片 幫我點個讚 或是下面留言 幫你不喜歡的理由 我們大家可以留出來 我們大家討論看看 這樣子 當然啦 玩具的分享呢 就是不分好壞 當然好壞都要說嘛 嗯 這款其實我真的 完全找不到哪裡有什麼不好的 如果硬要我 硬要我找的話 就是像空洞的地方 但是這些其實真的對我來說 已經沒有太多的問題了 對啊 當然不能說像那個 我之前發的那一款 我之後有拿到一款那個 聲波 就是TFP玩具 兒童玩具那個系列的聲波 那真的是糟糕到沒有一個好朋友 對 那這一款呢 真的 沒什麼好挑的 說真的已經有 拿我一個變形玩具來說的話 它大概已經有個80分左右的分數了 剩下的20分應該就是孩子寶的定價 跟一些小小的塗裝上的小問題 好 那分享給各位 推薦給各位 那希望各位會喜歡 謝謝